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DNEX DNEX,这只股呢 我过去一向都有在分析 那时候的讲法是说 200天均线 只要他没有突破 站稳上去200天均线 基本上这个时候都可以暂时不用看他 你可以看到他几次 曾经突破 但是当天又DNEX回来 一直没有站稳上去 站稳意思是说要收盘的时候要站上去 200天均线 因为他之前有这个不好的历史 最好呢才要第二天的时候呢 也是要情色 这个才是叫确认 一向来他都没有能力站上去 非常难搞 可以看到 在200天均线上面的这边呢 有一大堆的套牢等着跌套 底部筹码不是很多 所以 没有站上去200天均线 基本上都是很难操作的 这个肯定也是不可以追 再加上星期五的时候 美国三大主数又是大跌 这个更加难 短期里面更加难的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而且更要担心的是说 这些套牢盘 会不会也跟着抛售呢 啊 这个会肯定会造成一个卖亚 这些赚钱的朋友呢 可能也会开始套利 因为 呃 大盘不好吗 群绪不好吗 大家都会担心的 啊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也不用看他 没有站上去200天均线 这样子都不用看他 如果有机会回来怎么办呢 OK如果他有机会回来 就是这个咯 大概是在0.75 如果有机会回到0.75 然后出现一个指电回声 青山大主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进入了 这个抓反弹的机会 呀 壁字呢 这边的底部呢 它是有支撑的 但是一定要止跌回声 呀 就是要confirm 要确认他弹上去的 才可以去做这个反弹 没有弹上来的呢 基本上都可以不用看他 OK 这个就是我对Dinex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加入我的频道 或者是说 请我喝杯咖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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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